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 在批感情的时候 你要注意的事项 很多人很喜欢拿了另外一半的八字 然后来问说 对方是否外遇 我看过很多人他就是这样子在提问 当然有很多人就会来批论 然后说他是不是真的外遇 但是各位你要记得一件事 八字他是否会决定外遇 各位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八字是否会决定外遇 不会的 八字是给你运势 也就是说你的桃花运到了 他就是给你桃花运 而外遇 是看 所以各位你要记得一件事 不要以为你学了八字以后 你就是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什么你都看得出来 各位 会不会外遇是看个人的一个品德问题 并不是八字 所以你要记得一件事 相同八字不同命 你凭什么你就可以断定他会有这种现象 而且对方是不是真的外遇 很有可能 他只是最近工作很忙 他都忙于工作 所以他比较晚回家 所以各位你要记得 像这一种连对方都不确定的这一种情况下 你就不用在那边鸡婆 然后要给他一个正确的答案 假设你批出来了 他有外遇 可是实际上并不是真的这样的情况 我想请问你 你造成的是什么 家庭纠纷 好好的一个家庭没问题 结果被你一批出现了问题 所以像在批这一种 对方是不是有外遇 其实各位请你记得一件事 不要去批这种东西 因为连对方他都不确定了 你凭什么去帮人家确定 所以在批感情的时候 请你记得 你看到他的感情可能有这种问题 但是你绝对不要讲 你要用的是感情上 最近是比较弱的 容易起争执 这样就好了 你不要跟他讲什么外遇 各位 这是非常非常禁忌的一件事 因为八字他给的是运 他不是绝对 所以你要知道说 既然是运势 表示空间 他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现象 绝对没有所谓的绝对 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学了一个八字 你很厉害 就可以这样子帮人家判断 他是不是碰到了外遇 答案是你没有那种本事 所以当你了解的时候 自然这一种东西就不要帮人家做决定 否则可能你猜对了 可能没什么问题 要是你猜错了 是不是造成家庭纠纷 一堆问题 所以在批命的时候 请你记得 像这种是否外遇的问题 就跳过去 然后跟他讲八字不会决定哪 最主要看个人品德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帮老师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